白居易是唐代最具影响力的大事人之一 可是后世却有人批评他 迷官贪财 那么史实中的白居易 究竟是断博名利 知足常乐的乐天派 还是养勿富贵 贪恋钱财的假清高呢 南京大学莫里峰教授 依据史实 剥茧抽丝 客观解读白居易的人生品格 知足常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白居易的生活态度在后代是曾经受到比较严厉的批评的 白居易的生活态度在后代是曾经受到比较严厉的批评的 特别是南宋的朱熹 南宋朱熹在跟他的学生谈话时候批评白居易 他说白居易这个人别人都说他清高 其实他不清高 他爱官职 就是他爱做官 说白居易的诗中间 凡是说到富贵的 说到富贵生活的 都说得非常的起敬 说是施中说富贵 说得口津津的贤出 什么叫口津津的贤出呢 就是嘴里面的口水都淌下来 他一说到富贵就非常向往 那么这是朱熹对白居易的生活态度的一个非常严厉的批评 那么我们看看是不是这样子的 当然首先我们大家也许都清楚 朱熹以及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的理学家 他们对人的道德人格这个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有的时候甚至有点苛刻 所以在朱熹所谈论到的历史人物中间 凡是说没有挨他批评的 那是非常少 像凤毛麟角 但是话尽管这样说 我们说朱熹对白居易的批评太严厉了 那我们看看朱熹这种批评是不是符合史实 白居易是不是非常的向往富贵 一说到富贵就口水都淌下来了呢 我们看看具体的情况 首先白居易对他的官职是在意的 就是他确实在意他当什么官 这个我们说过白居易很早就当上了汉林学士 那么同时跟他一起当汉林学士的 连他在内的一共有六个人 几十年以后到白居易七十岁的那一年 他写诗送给一个当年跟他一起做汉林学士的朋友 叫李承 他送给李承一首诗 李承后来当过宰相 白居易给他的诗中间就说 同时六学士五相亦渔翁 就是我们当年一起当汉林学士的 一共有六个人 你们五个人都当上过宰相 只有我一个人是一个渔翁 当然渔翁这个话说的太谦虚了 所谓渔翁就是隐居的人 没当官 白居怎么会没当官 他一辈子都在当官 他的意思就是我没有当上大官 你们都当上宰相了 我最高才当当了一个太子少府 太子少府而且是一个分寺东都 住在洛阳的一个贤差 官品虽然也有二品 但是他是没有实权的 跟朝廷里面掌握实权的 一人指下万万人指上 那个宰相是不可同人而言的 所以从这样的事看来 他确实对官是在意的 你看同时的五个朋友 五个同事他们都当上宰相了 就我一个人没当上 心里有一点牢骚 当然话有说回来 既然若是仕途 既然经了政界 那么对于自己当什么官 当官以后他升迁的速度有多快 升得慢还是升得快 人之常情总会在意的 那么白居易也不过是如此而已 而且我们要考察到白居易的整个政治表现 那么我们看 他在需要向朝廷提意见的时候 为了国家的利益 他需要大胆的说说自己的政见的时候 他就完全不管什么官子不官子了 他就说向朝廷提意见 明明知道要得罪宰相 要得罪皇帝 要受到打击被贬官 他还是再说不信 还是做了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也不能说他真正的非常在意官子 他上书自己提出自己的意见以后 得罪朝廷一下子贬得那么远 关键是连降几级 他都不在乎 怎么能说他非常在乎官子呢 所以这个话说的有一点过分 白居易不在乎官职 这个是不丑 是不假的 清代的赵耶 在欧北司法中间凭白居易 其中有两条很有意思 他说白居易这个人 喜欢在诗中间说自己的薪水 就是说自己做什么官 拿多少俸禄 这是一条 喜欢说这个 还有一条 说白居易喜欢说品服 所谓品服就是做官做到极品 然后穿什么服装 那么前面一条做官的俸禄 也确实是这样 赵耶一口气举了八个例子 都是白居易自己在诗中间写的 他最早做教书郎 后来做周治县县卫 后来做刑部 侍郎 太子 宾客 太子 少府 等等 甚至一直到他退休以后 他退休时候 是以刑部尚书的名分退休的 退休以后拿半薪 唐代的官员退休 就拿这个官位的薪水的一半 发给你 所以连半薪是多少 他的施力都有的 每一条都记得清清楚楚 所以赵耶开玩笑的说 古代的正史 二十四史 一般有这样的内容 叫做 十货制 叫做 责官制 叫做 愚服制 这是记什么内容的呢 责官制就是记草体里有哪些官 什么官是集品 师货制是记经济方面的情况 会记到俸禄是多少 愚服制就是专门记官的品服的 包括你坐什么马车都有规定的 他说看白剧的诗 这些全有了 二十四史理 新唐书 旧唐书 这些内容在他诗里都有了 那么我们说 对于我们现代的读者来说 我们今天来读白剧的诗 我们来了解他这个人 他当年到底领了多少心讽 拿了多少俸禄 这个我们不是太关注 因为白剧离开我们这么远了 我们又不能像他追收个人所得税 他拿过多少 我们也不管他了 我们现在关心的是什么呢 我们关心的是 他当时到底是什么态度 他在市里面记这些东西 说我拿了多少薪水 他到底是什么态度 那么我觉得 有两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第一 白剧拿薪水 他自己觉得这个俸禄不低 拿的比较高 朝廷给我的薪水很多 他拿了以后 心里有一种惭愧质感 这个最典型就是他那首《冠义卖》 历路三百十岁夜有余粮 念此师自愧 终日不能忘 就是说我看到农民辛稀苦苦 还养活活自己 我想想我自己 我一年的路粮有三百十 一年到头都吃不完 全家都吃不完 有余粮 我又没有流汗流泪去干活 所以就觉得很惭愧 这是第一点 应该说这是比较好的态度 虽然是朝廷发给我的薪水 这是合法收入 但是我觉得我拿的太多了 跟劳动人民相比 我心中有愧 第二 白剧一诗中 在说到他的俸禄的时候 经常表现出一种很满足的态度 他不像有的官员 拿了还恨不得再多 总是嫌不够 他说我拿这些已经很好了 已经很不少了 已经足够了 所以我觉得白剧一诗中 说心疯 说自己的俸禄收入 他的态度还不是体现出来 说非常的在意这些东西 非常的追求这个东西 他还是一种满足的 还是一种知足常乐的一种想法 那么这个跟朱熙说的口水都流下来 显然是有一点距离的 白剧一诗中说自己的心疯 就是每一个职位上面拿多少俸禄 说的一清二楚 朱熙是这样批评 但是后人也有人认为 这恰恰是他清廉的表现 南宋的洪迈就说了 洪迈就是这种观点 洪迈说白剧一诗中间 在每一个职位上拿多少风露 他都记得一清二楚 这恰恰说明他清廉 就是他的全部收入 就是这个兴奉收入 除此以外 没有其他收入了 就是他没有贪污 没有受贿 他家务余才 就是靠工资过日子 所以他是清廉 他是清廉 我觉得就像我们以前说过的一样 白剧一在杭州刺识人上 在苏州刺识人上 都相当清廉 他离开杭州的时候 他把多余的心疯还捐出来了 捐在杭州的这个公库里面 所以应该说洪迈的这个解释是比较对的 白剧一并不是太在意兴奉的人 如果说白剧一并非是一个迷官贪财之人 那么朱熹为什么会如此严厉的批评白剧一呢 朱熹作为南京著名的大教育家 哲学家和诗人 他的哲学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他为什么要对白剧一口诛比方 究竟是文人相亲 还是因为时代背景的不同 而引发的观点差异呢 当然我们说朱熹这样批评白剧一 也不是说故意要诽谤他 或者肆意贬低他 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 或者在当时朱熹说这样的话 有他的合理支出 那么这个原因在于哪里呢 这是中国的一种习惯 就是中国的古人啊 特别是以儒家为代表的这个上层社会 他是有一种习惯叫做言义而不言利 就是斯大夫 百事实分子 你平时谈论 你不要谈钱财的东西 不要谈利益 你要谈仁义 那么这样一种观念呢 后来成为一个强大的传统 大家觉得谈这个东西 至少是庸熟的 或者甚至表明你是贪婪的 你不清廉 你不清高 你老是注重这钱的事情 大家是不谈的 所以发展到了晋朝 就出现了一个所谓口不言钱的故事 西晋有一个民事 也是一个大官僚 出身贵族的 他叫王言 王言有一个故事就叫口不言钱 什么叫口不言钱呢 就是他嘴里从来不说钱这个字 这个钱这个字是不提的 从来不提 那么有一次 他的妻子姓郭 郭氏就想试试他 看你到底说不说钱 有一次王言在床上睡觉睡着了 郭氏就叫丫鬟 拿这个铜钱 把他的床室就堆满铜钱 堆得很高 就是让王言起来以后的没法走下来 床室面都是铜钱 你没法下来 他想你没法下来 你总要收到钱这个字了 那么第二天早上 王言醒来了 王言醒来一看 床室走全是钱 就叫丫鬟来 丫鬟来了 等他说了 没想到王言说什么 王言说 举雀阿堵物 举雀就是把这个东西拿开 阿堵物是什么意思 阿堵物是晋朝的口语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说丫鬟来 把这个东西拿开 他还是不说钱 钱都把他围住了 他下不来了 神真正的口不言钱 那么王言口不言钱 这是不是非常清高 你看他这样子 他都坚决不说钱这个字 我们说王言是彻头彻尾的假清高 他是假清高 王言在朝廷里做大官 他是位子三公 他做过中书令 上书令 太位 做非常大的官 王言的妻子 刚才说的这个郭氏 郭氏这个人是一个非常贪财的人 四处心语上面 说郭氏用八个字 一个是聚恋无厌 就是贪得无厌的聚财 后面是个字 干预人事 这不是干预人家家里的事 干预朝廷里的人事任免 来干预官员的安排 关于这个人事 所以王言这个口不言前 我一直怀疑他是故意的 他是假装出来的 他因为放纵 让自己的老婆去贪钱 贪污受贿 然后他假装做得很清高的样子 我钱都不贪的 来掩盖这个事情 所以这确实是彻头彻尾的假清高 那么相反的就是白居易 白居易在他的事里老是说钱 说这个官每个月拿多少钱 那个官每个月拿多少钱 正好相反 但是白居易到真正是他不贪财 他对钱财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在意 所以这个口头的表现跟实际表现是两回事 初登世词的白居易 一心想要成就监济天下的大事业 但在经历了官场的是非纷争之后 白居易的思想有了巨大的转变 在官场 他采取明哲保身 随遇而安的态度 对生活 他保持清心广欲 知足常乐的心境 对于白居易的进入转变 后世的学者众说纷纭 有的说他是受了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 有的说他是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 对此莫立峰教授又有着怎样的独到见解呢 我只想比较通俗的来解释一下 白居易的知足常乐思想从哪里来的 我觉得简单的说 白居易的知足常乐的人生态度 就是通过笔上不足笔下有余 这样一种思维方式 尤其是笔下有余的出来 他总是笔下有余 所以自己就满足了 在他67岁那一年 他给自己写了一个罪营先生传 就是喝醉的酒营丝这样一个先生 他一年召过五个古人来跟他们比 我们看看他怎么比的 第一个他说富于前楼 我比前楼这个人富 前楼是谁 前楼是春秋时候一个著名的影士 也是一个家境非常贫寒的人 他品德很高尚 但是家里一贫如洗 前楼死了以后 孔子有一个学生叫曾生的 到他家里去吊艳 看到前楼的太太 前楼的夫人用一条布被子 把前楼的遗体覆盖起来 说富头之足线 富足之头线 就是盖住了头脚露在外边 往后面拉拉盖住脚的头又露出来了 这个布被太短了 找不出一些好的布被来把它盖住 曾生就在旁边说了 你这样盖不住 你把这个被子斜过来盖就可以了 他的夫人就说 先生在世的时候 一生就讲究一个正词 你不能斜过来盖 一定要正的盖 请愿露出脚来露出头来 也要这样盖 那么说明前楼这个人是穷到家 所以白居宿我比他富 前楼穷的这样子 我比他富 这是第一笔 第二笔他说授予颜冤 颜冤就是颜回孔子的著名的一个学生 孔子最喜欢的学生 颜回是32岁就去世 是著名的一个短授的人 白居宿施的时候已经67岁了 所以我说我比颜冤寿长 他才活了32岁 我64岁现在还活着呢 第三笔 他说宝于伯夷 伯夷大家也知道 古代一个高士 周五王发咒以后 他因为不识周术 他不赞成这个事情 他就跑到守阳山隐居在那里采威 不吃这么少的粮食 最后饿死了 那么白居宿跟一个饿死的人比 当然我比他吃得饱了 所以说宝于伯夷 第四笔 他说乐于龙启齐 我比龙启齐这个人更快乐 龙启齐又是谁呢 他有什么快乐呢 龙启齐也是古代春秋时候的一个影视 他曾经碰到过孔子 龙启齐见到孔子以后 他自称说 我有人生三乐 我这个人有三个快乐的事情 哪三个快乐呢 第一快乐说 我是个人 这个人有什么快乐呢 他意思就是 我没有做牛也没有做马 我是个人 所以我是快乐 人生一乐 第二件快乐呢 我是个男人 意思说我不是女人 当然 这个女性听众也许觉得奇怪 为什么男人比女人快乐 在封建时代 封建时代 男性比女性有更多的权利 地位也高 所以他说我是个男人 我没做女人我也快乐 第三件快乐说 受制九十 我活到九十岁了 所以后来人家说是容公三乐 他有三个快乐 我们今天来 现在来看一看 受制九十 也许到了今天 还确实称得上是人生一乐 长寿 是吧 九十岁是一个高手 但是前面两个乐 你是个人 你是个男人 这有什么快乐 这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所以容公三乐是很一般的快乐 那么白剧一说 我跟他比 我比他更快乐 我的快乐比他更多 他又比了又赢了 第五笔 他说是鉴于魏苏宝 我比魏苏宝这个人更健康 魏苏宝是谁 魏苏宝是近代的一个名士 他是一个身体很不健康的 如不经风的一个美男子 魏苏宝这个相貌非常美 传说他不管走到什么地方 都有很多人围住的来看他 他太美了 所以魏苏宝活到二十七岁就死了 当时人都说他是被人家看死的 太多的人来看他 他太美了 把这个美男子活活的看死了 那么白剧一跟他比 因为他身体不好 跟他比说 我比他健康 这些比 我们看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白剧一是专门寻找古代那些不幸之人 专门找他的弱点来比 所以白剧一的这种比较 我把它归结为就是笔下有余 这好像传说中间的田济赛马一样 总会赢的 比较结果总是对自己有利的 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所以他总是处于一种心境很快乐的境地 总是满足于眼前的这种状态 那么当然我们说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知足常乐 或者白剧的这种生活方式 当然不是一种很积极的人生态 它比较的消极 或者说 假如你把它使用在其他方面 譬如说我们一个国家的前途 我们一个民族的前途 其实对于个人的前途 你个人的事业 你也应该要发奋图强 力争上游 还是要这样做 但是 假如你是专门说你的生活待遇 假如你专门说你的物质生活享受 或者你是考虑一些已经有的 不能改变的情况 那么 知足常乐的思想 还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不管你在哪一方面 哪种状态 你都是永远处于笔上不足 笔下有余的状态 假如你的眼睛专门盯着笔上不足 老是比我强的人比 那么你永远不满意 你永远烦恼焦虑 假如你用笔下有余的方式来比 那么你自己就比较满足 你自己就会有一种愉快的 安宁的心情 白居就采取的是后者 人生苦短 我们在这么短处的人生中 就要何必自寻烦恼 很多东西人家制造烦恼 所以白居的这种生活态度 假如说局限在人的物质生活 生活待遇方面 我觉得对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白居57岁的时候 朝廷任命他做刑部侍郎 刑部侍郎有点相当于我们现代的司法部副部长 这样一个官 当然是一个高官了 责任也很重大 但是当时因为白居觉得自己已经年老体衰了 所以他就比较愿意从仕途里面退出来 到了这一年的年底 他主动的向朝廷请常病假 当时一个词叫做百日病假 就是请一百天的病假 那么这样的病假一请 一般你这个责物就取消了 所以第二年 也就是他58岁那一年 朝廷就把他的刑部侍郎这个职务免掉 那么同时就任命他做太子宾客 这个太子宾客的官是分师洛阳 我们多次讲到过了 分师洛阳就是不在长安到洛阳去 这个是一个民意上的官 那么到了七十岁 七十岁那一年 他实际上已经做到了太子少妇 这是一个二品的官 当然也是分师洛阳 也是一个贤差 但是官品很高 俸禄也很高 到了这一年冬天 白居又请了一个百日长假 他又向朝廷请假 说我身体不好不能坐 所以实际上是个贤差了 你不上班也没关系 但他还是请了一个长假 所以第二年 又把他这个职务免掉 免掉以后 然后又过了一年 到了七十一岁 然后朝廷在让他正式退休 唐代的名称叫做智氏 智氏就是退休 他以刑部上书的名义退休 就是司法部政部长 这个官司一天也不要上班就退休了 以这个名称来退休 等于是提了一局再退休 那么正式退休了 退休以后拿半薪 拿一半工资 大家注意中间有一段 就是从白居七十岁到七十一岁的一年 就是他七十岁那一年 他上一年的年底 他就向朝廷请百日长假 请了百日长假 第二年春天朝廷就把他太子少府的职务免掉了 职务一免掉 薪水就没有了 工资就停发了 但这个时候 朝廷还没有让他正式退休 这一年等于空缺了 他周围就没有了 正常的薪水没有了 所以一年就没有收入 那么这一年没有收入 因为他一向是靠俸禄收入过日子 突然经济来源断了 所以很多他的朋友 他的亲戚都来表示安慰 慰问他 你想一下子没有收入了 你怎么过生物来慰问他 他家里的人也有些急 他的妻子 他的子孙也有些急 怎么没有收入呢 白居就写了一首诗 叫做《达在乐天行》 说我这个人很旷达的 很想得开的 我是白乐天 我写一首诗来回答他们 这首诗很有意思 他大致上意思是这样 他说我一下子没有收入 所以家里好像就变穷了 所以早上我的厨子 他家里还有厨师 厨师来说家里盐也没有了 米也没有 到了傍晚丫鬟来说衣服都破了 当然这是夸张了 不会一下子停了 马上就都没有了 不会 他是夸张 说穷了 那么家里的人也很忧愁 那以后怎么过日子呢 白居就告诉他们说 你们比急 有办法 他说就算没有俸禄收入了 我们可以变卖家产 他说我们第一步 我先把城南的一个果园 有十亩地的一个果园 先把它卖掉 再接下来还不够呢 我在城东有五千田地 把这个地卖掉 再不够呢 我就把旅道里这个住宅卖掉 这三样一卖呢 可以卖不少钱 有了这些钱以后呢 我一半留给你们做生活费 还有一半呢 我自己买酒买肉 我今年已经七十一岁了 我还能活多少年啊 这些钱还没用完我就死了 所以大家不用慌 不用急 日子 可以过的 当然这首诗是夸张的 后代有的人说 你看白剧都会精打细算啊 算好先卖什么 后卖什么 卖多少钱 怎么花得分配好呢 实际上不是 他这首诗是夸张 说哎呀 现在停发工资了 家里有点恐慌 我怎么怎么打算 曲张生死 因为实际上第二年 他又政策退休 就有半逢 半薪拿到又有钱了 所以他还是表达了 表示了一种知足常乐的思想 白菊毅晚年居住在洛阳 在此期间 他与袁枕 刘雨昕等师友 以及官场退休的老友们一起 郊游唱货 饮酒对师 生活的十分充实惬意 但同时 一生为官的白菊毅 却并不忘造福一方 他慷慨解囊 做了一件 至今仍让当地百姓称道的好事 在他七十三岁那一年 那个时候他已经顺时退休了 他已经拿半薪 一半工资 但是他慷慨解囊 支入苏郡 洛阳龙门的险滩 原来洛阳有一条河流叫伊水 伊水流过龙门山 那个地方 弯弯曲曲的 那个地方地形复杂 弯弯曲曲的 水非常的急 而且这个水里面有很多非常尖锐的胶石藏在水底里面 当地人叫它九壳石 壳就是悬崖峭壁的壳 就这些石头像尖的一样藏在这个水底里 所以这个伊水上面来往的船者 来往的木筏 路过这个地方叫巴基滩 路过这个巴基滩的时候 经常会出胶沉没 因此每到冬天天寒地冻的时候 水位下降 凡是有过往船者路过这个巴基滩的 那个船夫一定要脱了鞋 光着脚跳到水里面去 来脱这个船 来撑这个船 把它拉过去 否则的话又戳胶沉没 大寒天洛阳这个地区 冬天跳到水里面去 当然非常冷 这些船夫受不了 忍不住就呼喊 好冷好冷 白居住的地方离这个不远 他经常听到这样的声音 他心里很不忍心 所以他一直有一个愿望 有一天要来修理 整修这个巴基滩 要把巴基滩这些胶舌把它除掉 那么到了73岁那一年 白居终于接到了一笔钱 正好这个时候碰到有一个和尚 叫道玉的一个和尚 这个和尚也有慈悲为怀 也愿意从事这样一个工程 所以他就跟白居宇两个人联手 招募一些穷人 就是用铁镯子把那个酒鞘石 把这些教授全部除掉 当时工程非常大 白居室里写这个 招这个教授的声音 像雷鸣一样 那么终于最后把这些教授全部除掉 除掉以后 这个巴基滩过往的船阵就很顺利 因为没有教授 所以船夫就再也不用在冬天 光着脚跳到水里去拉船 白居宇非常高兴 这个工程完成以后 他非常高兴 所以我们说 他到了73岁 他到了自己自令半薪的时候 他还慷慨解囊 捐钱出来做这样的公益事业 我们能说他爱财吗 白居宇不爱财 他虽然善于安排自己的生活 但是他并不爱财 白居宇随遇而安 知足常乐 但并非无所作为 作为一个诗人 他有着很高的成就 在唐代 白居宇是仅次于李白杜甫的伟大诗人 他的诗歌流传至今 多达三千多首 数量居唐代诗人之关 这也与他晚年的生活密切相关 那么能够让自己的作品 历经千年还能够完整地保存下来 白居宇曾经做出怎样的努力吗 那么白居宇晚年生活中间 有一方面的重要的活动 就是为自己的作品把它编成极致 为自己整理作品集 他不是叫人家来编辑 他自己编 应该说在唐代所有的大文学家中间 唐代所有的大诗人中间 为自己的作品编辑最用力气的 在这方面新诗花的最多的 力气用的最多的就是白居宇 那么下面我们稍微来介绍一下 这方面的情况 白居宇晚年多次为自己的作品编辑 不是一次 再三地编 就是不停地补充 他64岁那一年编好了一部文集 叫做白氏文集 一共有60卷 编好以后 他把这部文集不是放在家里 他派人把它送到江西的庐山 把它藏在庐山的东陵寺里面 东陵寺是庐山上一个非常著名的寺庙 把它收藏扔里 而且他还带了信去 吩咐那个东陵寺的和尚 说这部文集 盛放在你们那里 但是不许出院门 就是不能出这个寺庙门 一定放在寺庙里 你们要好好的保存 这是他64岁那一年 第一次为他自己编文集 然后过了五年 到他65岁那一年 因为他又写了好多作品了 又重新编了一次文集 编了一个65卷本的 也叫白氏文集 那么这一部文集 他把它盛放在洛阳的一个寺庙 叫做圣善寺 放在圣善寺里面 这是他编的第二部文集 到了他68岁那一年 白居宜又重新编了一次文集 这一次扩展到67卷 就是又加了两卷 还叫白氏文集 他把这一部文集 派人送到苏州 收藏在苏州一个寺庙 叫做南禅院 收在南禅院里面 叫他们来保存 然后到了他69岁那一年 他又把自己在洛阳写的那些作品 就是以前的不算 光在洛阳写的作品 编成一个叫做白氏洛宗集 就是我姓白的这个人 在洛阳写的集诗卷 那么这诗卷的文集 是放在洛阳的香山寺里 就是他经常去游玩的这个寺庙 香山寺里 然后他还不满意 编了这四部以后 他还不满意 到他74岁那一年 也就是他去世的前一年 他又编了一个 平生罪权的一个文集 75卷 命名为白氏长庆集 这个集字有75卷 收罗作品罪权 收的诗文作品加起来 有3840首 3840首 那么他编好这个文集 他觉得差不多了 是我一辈子的作品都在里面 所以他编完以后 请别人来帮着抄写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印刷的 印刷所已经发明了 一般的书还不印刷 只抄的 请人来抄写 抄了五本 就抄了五个本子 都一样一模一样的 抄了五本 抄了五本书放在哪里呢 还是三个寺庙 第一是庐山的东陵寺 第二是洛阳的圣山寺 第三是苏州的南禅院 每个寺庙一本 还有两部给他的后代 一部给他的侄儿阿龟 还有一部给他的外甥 叫谭歌郎 这样他的文集就五部 分在三个寺庙 以及两个后代手里 白居宜为什么要把他的文集 抄成五本 放在不同的地方呢 他的一个基本的考虑 就是后人这样理解 他自己没有说 后人这样理解就是说 害怕某一个地方 如果你都放在某一个地方 那么一旦发生什么变故 比如说打仗了 或者失火了 毁于一旦就没有了 他放在五个地方呢 你这个地方失火 不能所有的地方都是火 所以总归有一个地方能保存下来 用这种方法使他的作品尽可能的保存 流传下来 那么果然 皇天不负苦心人 白居宜的文集 虽然没有文师不动的保存下来 还是损失了一点 但是损失的很少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七十五卷中间的七十卷 这少了五卷 他的大部分的作品都完整团下来 所以这个是白居宜生前 他为自己安排后事 做得最成功的 我觉得也是最有意义的一个活动 白居宜安葬在洛阳的龙门山 这也是他生前经常去游玩的地方 当时的河南营地方政府 就把白居宜生前自己写的那一篇《醉营先生传》 白居宜不是说称自己为醉营先生 就是喝醉了酒 饮饮师这样一个人 把这篇《醉营先生传》磕成一个石碑 把这个碑树在白居宜墨的旁边 从那以后 凡是路过洛阳 路过龙门山的人 都到白居宜的墨前来祭奠他 大家都把酒累在他的墨前 向他表示敬意 所以白居宜墨前一藏建方的那块地方 那个泥土永远是朝神 永远散发着酒香 好像是要继续让他喝醉了酒 在那里醉营一样 继续醉营 应该说白居宜是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那么好 我们白居宜系列讲座 到今天为止就讲完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来听我的讲座 希望大家指正我演讲中间的错误 谢谢大家 韩玉是唐代著名的文坛领袖 但是他在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 竟然连续三次名落孙善 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志在辟德的他 在镰刀打击之后 又会做出怎样的惊人之巨难 北京师范大学文曲院康振教授 精彩解读唐宋八大家之韩玉第一集 考试进行时 敬请关注